好的 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大家周四晚上好 这个周四不一样 这是我们2021年的最后一个周四 所以首先 请允许我代表维多利亚这一集团的全体员工 我们的来自维多利亚大专的员工 包括我们的培训中心的员工 包括我们腾校直通车的员工 当然还有我们最新的 我们的音乐学院的员工 都对大家自己清洁的新年的问候 祝大家2022年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 实际上刚才我也跟几个家长在交流 有一些家长可能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共学营 然后说好像校长前面介绍了很多信息 我也在这里希望各位家长们能够多一点耐心 因为维多利亚教育集团 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教育集团 我们刚才已经我们的艾文 感谢我们的小伙伴们 在别人休息的时间 他们都在这里为大家辛勤的工作 那我们所有的讲座都是公益的 那我们每一个家长 他的来源不一样 他的背景不一样 想听到的信息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尽可能多的 周一到周日 一周七天的共学营 都跟大家来分享 那首先我要感谢我们刚才讲过了节假日仍然坚持上班的同事们 当然我更要感谢我们今晚的主讲嘉宾我们的Nikolas 首先他今天晚上已经做了非常非常漂亮的PPT 昨天晚上做到凌晨一点多 然后他跟我讲 他说阿姨 他说我尽可能按照你的要求用中文来讲 他说但是如果有一些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讲的 那我可能用英语来讲一下 我说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是在法国长大的 华裔的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法语是他的第一语言 当然英语和中文都是他的第二语言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年轻人 能够愿意拿出他宝贵的时间 能够愿意来给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做好PPT 花这么多时间 他今天早早的就已经在直播间里等待 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做家长的 包括在直播间里带着孩子一起来听的 我们的朋友们拿出我们的正能量 过一会儿要热烈的欢迎我们的年轻人 因为这种讲座说实话 我自己都知道 当年我女儿生徒疼孝的时候 我们到处带着孩子 人家听说谁家的孩子上了一个好大学 我们都是请人家吃饭 人家没时间 然后给人家送礼 人家说我们不要不需要 然后说那能不能跟你孩子聊一聊 都说他忙得不得了 人家在填application 人家在做summer job等等 然后我们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一种情况下 然后这么厉害的孩子都可以请到直播间 来给大家面对面的来交流 我是怎样成长的 我是怎样做到的 所以在此呢 我希望所有的家长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才能够给我们的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好吗 所以呢在此呢 亲爱的小伙伴们 校长呢 特别特别的高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那我们的这个藤校系列讲座 是从上个月 11月30号那天开始的 有多少朋友呢 我不知道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参加过我和我女儿举办的 11月30号的藤校之路的第一场讲座 当时呢 这个我女儿呢 就是Ruby呢 她是给大伙讲了一下 她自己整个中学高中大学 包括呢 她博士前 现在呢 她是在哈佛就读经济学的博士 然后当然呢 她也讲到 因为她 我比较骄傲和自豪的呢 不单纯的是因为 她在今年的4月份 拿到了哈佛MIT 然后耶鲁佩斯顿 以及伯克里五所大学的全奖博士offer 而是因为呢 在这个她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呢 这个因为她父亲啊 就是我先生突然去世 然后但是呢 女儿仍然坚持 能够呢 这个不断的逆流而上 我觉得这种精神 是非常值得弘扬的 所以呢 我才把她请到了直播间 我当时跟她讲了一句话 我说 我说我希望啊 这个Ruby你能够记住啊 不是因为你去了哈佛啊 哈佛呢 只能说你可能比别人 更加聪明一点 更加客户一点 但是这些都不算什么 因为这都是神给予我们的 这种天赋 包括呢 财富也都是神给予我们的财富 但是呢 你身上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啊 所有的家长都应该去学习的 所以我才把她请到直播间 没有想到呢 那场讲座之后呢 我们收到了热烈的反响 后来很多很多家长跟我讲说校长 对我们来讲 这种资源真的是太期缺了 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多找一些这些资源 多找一些这些呢 相关的讲座奉献给我们 所以刚才呢 我说我要请大家呢 能够带领 带领您的周围的朋友啊 这个走到直播间里来 走到直播间里来 就是因为这种讲座 对于我来讲 也不容易 每个月我可以坚持给大家请一位 像今天晚上拿到麻省理工 自探福大学的学生啊 然后来给大伙进行讲解 但是呢 这种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现在就拨打电话 或者是发您的微信 通知您的朋友 816-8534-0181 我坚定的相信 今天晚上的Nikolas 我们Niko的讲座 会非常的精彩啊 因为我看一下她的PPT 我都叹为观止 我觉得下 就是真的是希望 在我们的下一代人身上啊 那在这里呢 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好消息 奉献给大家 就是呢 因为30号 对我和女儿来讲呢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知道 11月30号 是我先生四周年 所以呢 我每个月 我都会搞一场 这种腾校的讲座 我请到的主讲人 要么就是呢 像Ruby Nicholas 这样的优秀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在腾校 这个进行啊 博士 或者是呢 他们的本科的学习 然后或者是呢 我会请到像奥林匹克的 竞赛的这种创始人的 这样厉害的一些主讲嘉宾 但是基本上都是在30号 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也及此呢 想表达一下 我对呢 这个Ruby爸爸的一个纪念 那我们呢 所以我们在1月30号 仍然是30号 是一个周日 我们会请到奥林匹克的 医学竞赛主委会的创始人 Dr. James Lin 他会来讲呢 中学生如何学好Science 那Science呢 包括咱的这个所有的数理化 对吧 那这种讲座也是非常难得的啊 就是正常呢 在洛杉矶 如果你想请Dr. Lin来出山 给大国讲课的话呢 那都是真的是 这个花费昂贵 而且另外呢 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可以扫码进群 这个群马上要满了 然后可以呢 1月30号 千万不要错过 同一个Zoom ID 816-8534-0181 那2月份呢 我们是2月27号啊 30号上下 因为2月份没有30号啊 所以我们就是2月27号 然后我请到了 是Dr. Janet Dr. Janet呢 她是呢 这个心理学方面的博士 和生物化学的博士 她会针对高中生的心理 来进行很多 特别不一样的讲解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啊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在2022年 我们将迎来全新的 优秀的孩子 和伟大的父母 好吗 好 那下面我要把时间 交给我们的 Nikolas Zhang啊 她的背景是这样 她的背景可能和我们 很多人想象的是不一样啊 我真的是 这个在 这个跟她沟通交流 怎样介绍她的过程当中呢 我才发现 我从来都不知道 这个原来山外有山啊 这个我跟Ruby讲 我说你看有这么多 优秀的年轻人啊 你一定要谦虚啊 一定要谦卑啊 那Nikolas呢 她是在法国 她实际上没有读过本科 因为法国呢 她这个她就读的学校 是叫法国矿越团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学校 是多么的厉害的一个学校啊 她是呢 这个按照中国的科举制度 就是17几几年的 然后是全国统一考试 然后全国呢 选取最高分的20个孩子 然后进到这个学校来进行修读 然后这个学校呢 她是五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你就直接是拿到了研究生的文凭 所以我们的Nikolas呢 就是一部啊 她是全国通考呢 她是进入到前二十名 所以她是这个相当于不叫本科啊 她是本科和硕士 她读了是数学和法律 两个专业 大家注意一下啊 因为基本上她会提到 讲到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很多人来问我这个话题 说校长这么多专业 到底我的孩子应该选什么专业 那接着呢 她在研究生 她读完这个法国矿业团 达到一个双硕士学位之后 她又去到麻省理工学院 然后读的计算机和政策的 就是Computer Science和Policy的啊 这样一个呢 双这个硕士学位 所以她目前已经是四个硕士相当于 然后她是在今年四月份同样啊 因为她是这个和Ruby同意见啊 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 和斯坦福大学的全奖博士offer 而她这个呢 博士offer拿的又不一样 她不是考进去的 她是保送进去的 这也是我自己啊 第一次听说 这孩子可以优秀到这个程度 那她在麻省理工和斯坦福 准备修读的是什么呢 准备修读的是经济方面的 所以这是她的相当于呢 第五个攻读的方向 那但是呢 这个我们的Nikolas呢 她呢 这个一会儿我会跟大伙讲 她走了和很多孩子不一样一条路 因为呢 她在斯坦福读研究生的时候呢 她介入到非常重要的project当中 她是呢 这个国际就是呢 她实际上是美联储和MIT 就是呢 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字货币的项目经理 而且呢 因为她这种特殊的背景 所以呢 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清算银行 都有呢工作经验 因为她觉得呢 数字货币现在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她推迟她读博士的这件事情 然后她准备呢 把她在美联储和这个MIT啊 MIT的这个数字货币的项目 做完以后再去读她的博士 所以呢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相信很多家长听得眼花缭乱 说校长 这个听起来啊 真的是不一样 这个我自己也都觉得真的是特别厉害啊 那这样呢 她今天呢 这个是给大伙会介绍 她有数学 法律 计算机 政策 然后呢 包括经济 还有数字货币 六个专业方向 她是怎样来平衡 包括这些不同的专业 她是最终怎样来选择自己的方向 那这是亲爱的小伙伴们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一点呢 这是我跟她生生的要来了啊 我特别感谢这些年轻人呢 能够真的是配合我 当然我也要感谢一下幕后英雄啊 就是Ruby啊 因为这些全是她的好朋友 全是她的大学同学或者她的中学同学 或者是她的这个就是博士同学 所以呢 校长才能够有机会把这些这么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 请到直播间来为大伙做这种存公益的分享 我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拿出我们的耐心 然后呢 认真的珍惜这种机会 这是她的四张听课证 她的学生证 第一张呢 是哥伦比亚大学 这是她在法国修读她的这个就是本科和硕士的时候呢 当时是大三 然后到哥伦比亚做的交换学生的学生证 那第二张当然就是她的MIT 她在MIT啊 已经是待了这是第四个年头了啊 MIT和哈佛是相通的 所以她在MIT读书的时候就获得了哈佛啊 就像Ruby她也有这个MIT的这个听课证一样 另外呢 这个斯坦福呢 因为她拿到了斯坦福的博士offer 所以斯坦福呢 就已经把这个听课证寄给她 当然后来她说 哎 那我要再考虑一下 我到底是选哪一个大学啊 然后她会推迟一年去 这个去读她的博士啊 这一点呢 我也跟她聊过 我说哎 我说那怎么能考虑 按照我们中国家长的想法是 赶快去读出来啊 但是她说数字货币的机会真的很难得 我被她说服了 我觉得年轻人真的是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啊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太优秀了 我已经看到我们家长 积极正能量的反馈 我喜欢这样的反馈啊 这样的反馈呢 才能够呢 给我们的年轻人 给我们的主讲人 带来更多的鼓励 才能够呢 让人家愿意更多的来跟我们的分享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那我们今天 我们的Nikolas 将给大伙来分享 他自己的学习经历 然后他遇到的困难 如何克服 如何选择自己的专业 包括我知道 有很多我的私人朋友跟我讲说 校长 我就想来听一下 他讲解数字货币 因为呢 能够有资格啊 在这样的机构啊 美联储 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清算银行 全部都能够做到 来做数字货币 我相信呢 这可不是一般的水平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那现在 家长们 让我们给如此优秀的年轻人 一点鼓励 一些掌声 欢迎我们的Nikolas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可不可以刷一排888 刷一排888 跟他讲说我带着孩子一起来听 希望您多分享一些 我们可以来为我们的下一代 这是我们的华裔的后代 然后来点一个赞好吗 真的是好棒 我听了我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和感动 好的 Hey Nicole 我把时间交给您 谢谢 感谢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他是在波斯顿 这个感谢 感谢 这个感谢 谢谢 好 您可以分享您的屏幕 谢谢孙校长 然后大家能看到我吗 可以看到您 可以看到您 声音也很好 好 然后我刚把我的PPT 跟大家分享了 然后谢谢大家刷的888 我看着也很 就心里暖乎乎的 然后今天主要是对就讲 怎么给在线的家长们讲一下 我是怎么报大学的 然后也跟在线的朋友讲一下 就数字货币 然后 主要就两个加起来 有可能讲40分钟吧 不过大家有问题的话 就都写下来 然后我会尽量的来答复的 好 然后对就像孙校长说的 我今天讲的主要是 想给大家的就 父母讲一下 就上个月Ruby讲的 他们是 就他和孙校长是很有准备的 所以走的路就比较直接 比较顺 然后我主要想讲的是 讲的就路走的曲折一点 其实父母也可以放心 到最后也能走得出来的 其实我今年28岁 然后跟Ruby同一届 那就是我多走了五年嘛 所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然后右标就是我一般跟 就在对外介绍的时候 我就很简单的说一下 我是就比较传统 就法国高中最后一年 就上预科班数学 因为法国是主要是看中数学嘛 然后就去考法国的理工大学 就很传统的路 然后考了好大学 那就去法国政府 这也是法国非常传统的路线 然后现在又给 就因为是学理工的嘛 所以就在科技上 给国际机构工作 就一般我对外是这样子介绍 就介绍的比较直接 但其实嘛 路会走的曲折多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后标的各种环节 所以一开始我不知道 维多利亚刚开始音乐学院 所以这个我第一个说的 学音乐想当艺术家 就我小时候其实 就父母也给我的比较好的条件 然后我学了很长时间音乐 我来想当艺术家 然后 现在就没走这条路嘛 然后这块写的不太好听 说父母问我 请得起吗 主要我这样子写的简单 就是 小时候嘛 就小孩子其实不是特别懂 就你选一个专业 或一个爱好 到最后会走成什么样子 然后我其实 弹琴弹得不特别好 所以父母也意识到 我弹得不是特别好 说你走这条路走下去的话 有可能就带我见一些 就他们的朋友 就当音乐老师了什么的 然后 然后说你真的那么喜欢弹钢琴吗 就一天弹十个小时 然后就总去一个学校教课 就这条路你想走嘛 然后我想想 我说我有可能 有可能是没那么喜欢钢琴 不过我说这个呢 就前期是我弹的不怎么样 所以 就家长们 要是 就 一个是能给孩子这个机会 就孩子还 就我 我是非常感激 我 父母培养我这些爱好 然后因为在生活里边 在别的方面 这个喜欢音乐了 什么也会能帮助自己放松 然后来让自己多欣赏这生活嘛 所以 我一开始不知道 维多利亚 学员刚开音乐校 然后 就还会鼓励 家长会 试着给 孩子提 提供这个 机会 然后要是 孩子真的 有 有天才的话 那还是得 就 还是得培养下去 然后 那我学音乐 因为学音乐 学了十多年 然后 所以我 比如说那音乐 我不当音乐家的话 那 离音乐比较近的是文学 我喜欢读书 然后我也 我 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比较文艺 所以 我就是跟我父母说 那好 那音乐家这条路不走 那我想学文学 然后 法国也出过不少 就大诗人啊 大写作家嘛 所以 就看他们 就 比较羡慕他们 然后 那父母也是 就 其实他们很了解我 所以他们就说啊 那你自己能不能这么专一 就你 十年二十年就写几本书 或者你就搞学文 因为 在法国学文学的话 那一般就 只能当 老师或者 大学教授 然后 然后我觉得啊 那 的确有点 不太适合我 因为我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比如说比较喜欢旅游了 然后 我自己也不太做 做不太住 然后就 比较喜欢 学新的 就新项目了 然后新的科技了 然后 我一般看 看报纸我就觉得 哎呦 这科技挺有发展 然后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读科幻 所以他们 后来就 慢慢的 说服我 去学理工 不过这么长时间 已经就 就到 高中最后一年了 所以我 当时的我的成绩 就数学了什么 成绩不怎么样 所以我在班上 比如说 数学30个人里 我一开始排15 然后 努力一点 进了前十名 但但真的 就 呃 就 成绩不是特别好 所以 一开始上的 预科班 也比较一般 然后 呃 所以 就 就 这个就 就慢慢接着 呃 后边再给父母讲 所以 其实 孩子 就 学习 呃 就 就 时机没到的话 那你 你是 呃 你是想 想上 就想着急 那也没太多用 所以只能 呃 耐下心来 我们慢慢来讲这些 然后我 我上到了大学之后 呃 就是 预科班 法国系统比较怪 就跟 呃 其实是跟 呃 中国的科举学过来的 就一八几几年 呃 法国 开始就从中国学过来的 所以是很多东西是看按数学来排名 然后 就高中出来是有两年预科班 就 就 百分之十五的学生就要进好大学的话 就 呃 就 家长会送 把孩子送到预科班里 然后学两年 两年后了 然后再有个全格 呃 全格考试 让按排名 呃 进不同的学校 然后我 其实我 进的预科班不太好 但这两年就学的还可以 呃 然后两年后 我考试就 考的还可以 呃 然后就 就进了法国的跟政府联的一个技术大学 就是这个矿业团 啊就这条路比较 就那时候我父母就特别高兴 就这条路就走得比较稳了 然后 呃 可以当公务员 然后法国一般当就在法国当上公务员的话 就呃 那一生都不会有什么 就不会有什么意外 不过我上了大三的时候去美国哥伦比亚交换了一下子 那我觉得哎呀美国科技先进 因为我们是负责新科技 我说哎呀美国太先进了 然后法国政府又比较政治化了 然后 我我这人表达能力比较差 所以就发现 我 搞政治 根本不可以 然后在政府干 干做 干活 跟跟人交往要比较多 所以不太适合 然后我觉得啊还不如 呃 离开就这个这些 就给法国这技术团 政府技术团工作 然后到到美国来 就就 传搞IT 就就当个技术人员 给私人公司的什么工作有可能好一点 所以这时候我才决定开始上研究生 然后上研究生 这样这个就 呃 刚才孙校长介绍的很好听 呃 其实背景就 呃 就还是就 别人听了后觉得啊 那那还是容易一点 因为呃 就我们那个法国的学校 就跟MIT其实有很多合作 然后每年就有一两个人可以去那个 呃 MIT的技术政策 呃这个硕士 就可以就保送到这个MIT这个项目 所以我就是通过这个法国技术团 申请MIT的 然后我进了这个 第一个项目后 然后再从校内申请呃电脑的硕士 因为MIT电脑专业比较就就最有名嘛 啊所以我说啊来MIT还是还是学要学他啊就就最有特色的那个项目 但是从内部申请的话很容易就容易多了比比就就从外表啊申请会容易多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也是讲座一个目的也是就呃就是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啊其实报大学有有不少技巧然后有有不少就就越了解之后其实会会对孩子越容易 然后呢那就后边就主要讲啊我职业发展那我到了MIT之后其实导师很重要就那怎么寻找导师 然后我我是换过导师的呃然后找到最呃最适合自己的导师后 其实是导师帮我安排我的职业发展这个我非常信任呃比如说博士了呃因为他是MIT和斯坦福的教授 所以他就说那以后你他也比较喜欢我他就说那以后你就跟着我干啊然后他就说他会给我安排项目就就在国际机构安排项目 然后这些项目万一呃就就做得不顺的话那他也说帮我先报个呃博士的名字这样子保底 所以他就MIT和斯坦福就就帮我给报下了所以呃这个学校经历也也就后边其实就背景比较 复杂然后让大家我的目的就想让大家今天呃多呃了解一下知道有就就有这么些回事呃可以以后就孩子正在呃就想想报大学的时候可以想到这些一点 嗯然后今天呢第一个就讲高中那呃呃要选专业的话其实呃孩子得先认识自己 然后我就稍微呃写一下呃就自己的经历呃因为我我这么就我走了这这这这路比较曲折嘛 所以后来也想想哎呃我我到底走哪条路我学哪个专业 然后想多了我就就发现啊还是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自己的性格 那性因为人要变比较难变嘛所以就自己性格那就注定了我在哪种学习或者工作 啊环境然后我有哪些习惯就比较难改然后哪些就哪些环境会更适合自己 然后这个我就给大家啊分享一下就就科学上有很多那个就这个比较有比较靠谱的一个呃 那个就性格的测验叫的big five然后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呃机构是想说啊其实您可以研究一下自己那个呃 性格然后这这性格会对让您对哪些行业更呃更符合一些所以这就想提到这一点 然后第一个呢第二个呢就是那呃父母想都想为孩子好 但但父母经常会有时候有可能对对对对孩子的要求呃就比较多 但可以想叫父母其实我觉得这这点比较难做好因为一个是父母的把自己的呃希望放在一边 然后这去呃认真然后客观的去看呃试着了解孩子和呃专业就呃孩子的性格可跟哪些专业可以呃连在一起 然后比如说呢我其实我小时候我爱好比较多然后我每次都比较投入 然后我我父母他们别知道我我比较像我老爷然后老爷人很聪明 但是然后就比较早就在国内上过大学但是他后边职业走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呃他爱好比较多然后项目经常开一个然后换一个 所以呃我父母就比较呃就比较担心这一点 所以比较早就跟我说啊你真的要那么你是真的那么要学钢琴吗或者学文 其实他们呃也就就对我是非常了解的这个我是非常吸引的 啊所以我就这口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孩子自己是看不清自己的性格 因为人小嘛然后没有精力然后父母只有父母才能很客观的去啊来试着理解这孩子 然后指导这个理解然后对我就这口说一下啊爱好其实好多有些孩子比如说我就会变得比较快 但学习和工作习惯这个就更难改所以他们是看我怎么学习方式我是比较喜欢新技术 我是比较喜欢就呃就把自己就比较幻想就那个就future是什么样子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是他们就比较早就因为我自己都不没意识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啊我我应该是搞爱技最适合 哦然后这个最后一个呢那就说呃其实这呃孩子的性格也跟基因有关现在有有有不少呃就研究又出出来了这个结果 所以父母也不能就最好别对孩子呃呃要求呃要求呃要求就要求就对孩子要求得符合呃自己的 自己的呃呃就就孩子会跟父母很像嘛所以就是呃了解孩子也是了解自己 我就说这一点えー dann 然后本科呢 就我这块就想说一下 那怎么了解 选择了一条路后 怎么了解这个路是怎么走法 因为比如说 就走的 得了解这个 选了一个专业 或写了个本大学 或选了一个 项目是看以后 就比如说 Ruby上次讲的是在芝加哥大学 然后芝加哥大学 其实就经济有可能是 最好的本科生 所以他们了解后了 那去芝加哥大学选这个 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然后我这块也就是 主要是就给一些 比较综合的一些 这个advice吧 就我们 就我预科班 其实我上的不太好 但我能考好的原因 主要是 我就预科班以为两年嘛 然后也有一些部分人 就决定重新读一年 就他们第二年的时候考得不好 觉得还想就再试一遍可以 然后就法国会让他们再上一年 就第三年再考 然后我在上第二年的时候 我有好几个朋友是 就上第三年的 然后因为他们也比较喜欢我 所以就经常给我说 这种题是这样子做的 这个你应该复习这个 因为他们已经考过一次嘛 所以跟我说的话 就就对我的 这个其实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不会考那么好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就是 就总就就走一条路 就得找找这个 这个行业的人的 的advice和那个mentorship 让他们来 因为他们懂这个行业 怎么个走法 然后呢 第二点也是就 有一些是你的有主动性 才会有一些机会 比如说我上了大学的时候 好多人都不知道能去 免费去美国 就交换一次 然后我 我也是就有朋友 在学校里比我大一点 然后他们说 有几个人这样子去过美国 然后你要申请的话 政府会给你 就会给你funding 就会给你资助去美国 所以我这样子才去哥大 然后我去了哥大 哥伦比亚的 其实对我的人生 就就 其实 就impact会很大的 所以这个 这是第二点就是主动性 就 就主动一点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有些活 不是特别 尤其对我来说 因为我比较喜欢 就新鲜的项目 但有些活 就不是特别有兴趣 但也得做 也得做好 路的一步一步走 然后我们后面 就会谈到这一点 然后最后一点呢 那就是 其实经常的反思 自己的路 符合不符合自己 因为 就选择一个行业 其实那时候 有可能就 自己的信息也没那么全嘛 然后选了这行业后 那信息更多一点 学的也更多一点 那就在想 这个是不是走的路正确 最后我就 分享一个纽约时报的 因为一般家长不太 清楚法国的这个系统 然后这纽约时报的这个 讲的法国这个系统 讲的挺好玩的 就分享一下 这个 就说法国的金手铐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 其实他是 他是跟我的一个校友 他这个工业团毕业的 然后他到了美国后 发现 哎呦 他的美国夫人 然后他的朋友都不懂 不理解法国的 这个系统 然后他从 是从他们观点来 来想一下 想一想 也觉得哎 这个法国系统 真的挺怪的 然后有点有点怪 然后就是他就说啊 为什么21岁考一次 考试考得好 那以后你的人生的定位 就已经就就就就定死了 他说这个其实对法国的创业 呃和 呃 creativity 对对法国的 就就法国年轻人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呃 constraint 就法国年轻人很多 就很多人就 没那个动力了 因为你知道你 你去政府 然后 呃 一直到退休 都差不多是这个情况的话 那你没没太多动力去 呃 来 来 试着发挥你自己最好 所以他这个 就写这个 呃 写这个article的这人 他就 他就说啊 其实法国应该改革这个系统 然后他自己也人在波士顿 现在也不想 不想回法国了 然后我那时候 我读了这个文章 我说啊 那我 那我也是 我那时候也就21 22岁 呃 然后我觉得一直走到退休 都是在巴黎的这几个办公室里 呃 转 我觉得有可能 呃 有可能我 我人生想要更多一点吧 所以我那时候就 呃 反思我自己的路 我觉得嗯 这个法国政府 呃 情况是比较 是挺好的 就就是 待遇很好 但是还是对自己挑战不够 所以我就决定去美国 呃 然后所以对 就这个 这个 做这个绝对 然后那这 这下一点就是 发现自己走的路 和自己想去的方向 不合一的话 那这个主动 然后有勇气做啊 改正啊 休整 所以我其实到美国 那那时候我已经被 比一些同学会老一点了 呃 不过 不过 不过其实这就这多一点经验 也也没坏处 我现在来讲这个 呃 就想讲一下 主要是我怎么 呃 从 因为我在法国学科技嘛 怎么从科技 呃 转到经济和 呃 数字货币 我就讲这一点 那主要是 呃 我就 比较 因为我原来喜欢文学嘛 所以就历史啦 书了 然后经济书 我其实学的挺多的 然后来麻省理工 他们经济部门也很好 所以我就说啊 那正好我想学点宏观经济 然后 我也想多往宏观经济这个领域发展 不过我在那学的时候 其实我就发现 美国的这个风气就宏观经济这个风气比较差 然后机会也不太多 因为现在很政治化嘛 呃 然后就吵就学一学界里吵得也比较凶 然后我第一个在MIT的第一个导师 然后他那他非常有名 然后不过他也是他就他其实是劝我说啊 他帮不了我多少 因为他说现在宏观经济的培养出来的呃 学生也比较多 然后机会少 就他再给我推荐怎么 也也就跟就 不能给我提拔多少嘛 所以他就说那其实你可以想想啊 这些技术 因为我有技术啊背景嘛 他就说你可以看看啊 就电子货币 然后那我听他的我就说那好 那我再找一个呃另外一个导师 然后其实没那么有名 但是更时候我找这个第二个导师 他正好就是电子货币的一个专家 然后他就去现在给我呃 给我的很多机会 我主要就讲这个 保障这块我就说呃 这些 就是一个呃 美国得了经济诺贝尔奖的 然后他写了一本书说啊 就他他那个呃 就到了他水平 其实跟别的呃宏观经济学家 聊天也都很难 所以他说啊 是跟僵尸在呃争辩 所以就就就呃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美国的宏观经济的风气 呃 然后研究生呢 这个就讲自己怎么选择自己 属于自己的专业 呃 然后我就呃 就这个 对我就刚才说的那有名的 这个导师 我这款介绍一下和我的新导师 然后这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 我是一个2020的在哈佛 呃发表的一个呃研究的文章 呃 然后这个这个就刚看是呃 讲Cyber Risk的 然后大家可以说啊 我怎么从经济跑到Cyber Risk了 我其实我对Cyber Risk也不是很感兴趣 然后也也一点都不了解 所以我就想讲一下是怎么怎么到这块的 然后其实Cyber Risk我学后了那 然后学了点加密 然后从加密再转到呃 数字货币的 我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嗯 把银行的一些比较sensitive的信息给给呃 给监管呃 分享过来 然后他其实是那个就 就呃 08年的危机 说他就帮了美国的 那些就Dot Frank 那个就当权的 他是帮他们 推出了那个一系列的 Dot Frank的那个 reform改革 然后他就 这个文章就是改革之一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 他是Time时报 就说这个教授 是全世界最 最有影响的 100个人之一 然后其实 对回到这个 然后大家可以看 他也是在这个 Cyber Risk的文章里 他也是主要的一个 作者 然后对 他12年有了这个 加密解密 然后让银行来分享 信息的这个主意 然后但他那时候 就美国的当权的 就没 就觉得 这个主意挺好 但他们不想 就分险大 不想试 因为新科技 然后他就试着找 找人来帮他 推广他自己的主意 然后 后来是跟那个 就这块 大家可以看 这第六 这Daniel Weissner 这个作者 是 然后他找到这个作者 在Cyber Security领域 是很有名的一个专家 然后他们俩合作 说先 用那个 这个Cyber Security 来做一个demo 可以给 政府证明 这个科技是可行的 对 就Weissner 是那个 原来是欧巴马的 CTO 就是负责 就白宫负责 科技 新科技的 的主持人 所以他是 就他们俩是合作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 就Andre Lowe的 就自己的主意 来发展出来了 然后 我在这个项目上 其实把 就 技术上面 学的是非常多 然后大家可以看 我是 这个是我跟 现在的导师 Robert Townsend 然后我们是在 国际清算银行 讲 就做的一个 讲座 然后这个其实 就是用的 其实是Andre Lowe的 一开始的主意 就也是用 Privacy Preserving Technologies 所以就是 讲一个 这个这条路 是怎么从 一个一二年的 然后的 这个Andre Lowe的主意 慢慢发展成 数字合币 这个就是 所以这 这个是为什么 我刚才说 就有些东西 觉得 对自己没那么 对 就有些 有些项目 对自己没那么 感兴趣 但也得走好 其实因为 你不知道 他这个项目 会带你到哪 然后 对 这个 这也主要是 你去名校 主要 要 能 能 能学到的东西 其实就是 就在你 就认识的 已经有的 的背景 外边 还会带 给你带来 一些新的知识 和新的 资源 那这个呢 就讲到了 数字货币 其实我就 学了这些 那个加密 解密的 这些技术后 然后就 帮这个 Robert Thompson 19年 我帮他 写了一本书 然后 其实就这本书 就写的比较早 就讲数字货币 所以就是 就 就这本书 给我 后来给我们 带来了不少机会 我就这块 分享一下 这本书 endorsement 就是别人 评价这个书 然后这块 有一个是 Hands on Shin 它其实是 那个就是世界 国际新算银行的 研究 research的头 就是它是那款 是第二号人物 然后他就很喜欢了 这本书 所以他后来 就给我们很多机会 然后项目 和资源 来发展的一些 相关的主意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 就第一点就是 其实数字货币 反响的话 我觉得啊 对 其实挺符合 我数学 经济 法律 和政府 的这个背景 所以我 我非常喜欢 这个项目 然后第二呢 是这个数字货币 也跟社会的大问题 联系起来的 所以就机会 也会多 然后就比较火 然后我这个 就MIT的这个导师 其实他 很大的一个 呃 优点 就是他能跟这些 大大问题连起来 呃 我这块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其实在中国 也做过很多讲 讲座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 呃 搜搜搜搜搜 他中文的 这些 呃 就就发布过的 一些讲座 然后这块可以看啊 他 就中央银行啦 不平等啦 这些很多就比较 就现在比较重要的 一些问题 他他都跟这个 电子货币联系在一起了 呃 然后所以他也 这样子 他跟这些 话题联系在一起了 那一下子 我们就项目也就多了 所以我就说一下 就选择专业的时候 可以选择一个 跟社会问题 联系的起来的 然后呢 我知道啊 在线的朋友 有一些想听一下 数字货币 所以我就 呃 就后边这个 十分钟会就 讲这个话题 呃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呃 就 呃 我这个导师在 罗汉堂讲的一个 那 第一个问题 很多人就说比特币 因为数字货币 一般都是从比特币开始嘛 他他们就说 呃 这个到底是有价值吗 然后这导师就 其实就 他 他 就 讲这个话题的 主要的 动力 就是因为他觉得 比特币是 呃 其实跟那个 跟 央行 呃 发出来的货币也 稍微有 有一点 就就 有一点 那个连接 所以就他觉得比特币 其实是真的有价值的 然后会推动一系列的 呃 改革 就金融方面的改革 就比特币 有可能会被政府管 管住 然后也有可能时间长了 就价值不会那么多 但比特币 推动的 改革是真的 然后有很多一系列的改革 我们来看一看 就第一个呢 是带来新的交易方式 呃 比如说 电子钱包 呃 微信上 大家其实已经用过 就有 但是呃 就就比特币这种的 电子钱包是一个 呃 就比如说在哥伦比亚 或者在南非的一些人 他们可以 就马上跟 呃 在国内的一些朋友 可以做交易 而且不会受政府的这些 控制 这个是第一个新的交易方式 第二个呢 是就银行之间嘛 呃 也会有很多新的 呃 就交易方式 呃 有一个叫 tokenization英文 然后查了一下中文的翻译 就说一个是 呃 这个资产 代币化 就是 其实这个现在很火 然后很多银行已经开始 应用这个 就银行和银行之间 所以一般大家看 有可能 不会看到这一点 但是 呃 在银行业工作的人 就就已经发现 这个呃 就会改变市场 就银行的市场 分裂于很多 就很很多 有有些 比如说brokers啊 或者中介者 他们有可能 以后的作用 没那么重要了 然后 呃 有些比如说 就直接 呃 管大家的钱 呃 比如说 money market funds 或者black rock了 他们有可能 就以后的作用比较大 呃 然后大家对这个 感兴趣的话 可以就就查查 我我有很多资源 就讲这个呃 就这块我就呃 就copy了一个 就讲这个tokenization 就是金融资产代币化的 这个图面 呃 第二个呃比特币带来的 会推动的一些呃 改革是在央行呃 监管机构了 政府了 他们其实对控制宏观经济的呃 就操作工具就工具和数据 其实很就一下子就改 就就就改 其实就就这个呃 就这个就他们是上了一个台阶 就因为数据一下多多了 然后操控工具一下子也多多了 所以他们就这这些政府啦什么的 有可能呃 就过就就后面的十年或二十年 其实变化会非常非常大 呃 这块我就分享一下一个经纪人 呃 就写的一个 其实在央行这个行业 现在就看中国央行的 就人民银行的人比较多 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就操作的比较多 呃 美国比如说联联邦储备局啦 或者加拿大的银行 他们就呃 只会就调整一个interest rate就是利率 然后就差不多就让其他的都是让啊 私人的market来来调整 但中国呢就会操就呃 央行就会建设的多一点 就比如说啊 觉得现在钢铁产的多了点 那我们就让钢铁公司的利率啊 呃 就提高一点 让让钢铁公司了就少少产一点多多存点钱 然后这个其实啊 啊就西方的央行也会慢慢慢慢的 往这方面啊走 就主要是一个问题是啊 西方的他的这些央行 他不能马上就不能明正拿所有的人的数据 来来来来来做研究 所以他们就得有这些privacy preserving 啊就是能怎么就把把就大家的 民众的数据给加密了后 然后他们在这些加密上的数据上做研究 呃所以这个也是安德鲁路就一二年的就开始写的 然后我们就就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力 就是怎么能让西方的央行呃能跟就中国人民银行 有一样的一些这些工具就就是多了一个呃就呃 啊individual privacy就多了一个呃呃 哦对不起我不要privacy中文怎么说 但就对对呃就怎么能能呃respect就就就个人主义就呃呃呃 来来来来做同样的这些调整比如说啊 对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啊利率了 然后啊可以就让银行自就给不同的银行来给他们不同的啊融资条件啊 或者怎么来更就真的给穷人呃多一点补助 然后给给富就富人就少一点这种的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种呃第二个比特币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改革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对国际货币体系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呃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就储备货币的问题是跟跨境呃转账有有连接的 比如说呃就美元现在很就美元一般人用的多 因为他们知道呃就美元比较就你到哪个国家都可以到一个银行来去转换美元 然后但转换人民币就给麻烦一点 所以就一般人觉得嗯就人民币有可能就没那么不那么方便 所以就少用来当储备货币 但有电子货币了吗 那就其实这些跨境转账也不一样了 比如说比特币啊不管你在南非或者在哥伦比亚或者国内都可以在网上就就网上几个click 也就就可以转账了 所以呃有些人也是说中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然后这个呢就是呃IMF就是世界货币经济的呃就我老板的一个讲座呃 然后其实其实就把就讲这个第三个这个话题 呃我比较喜欢他这个讲座呢 一个是把他把我们这五年来的呃就项目都一下子就就定定义了 说啊这是我们要研究的啊 然后第二个呢是他有一个比较好的说法 说IMF嘛就货币世界货币经济 那货币要改变的话 那肯定就那个呃就货币体系也会得改变 所以他就说嗯其实这个是对国际货币体系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而这块呢就我就总结一下呃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呃数字货币是就比特币会给其实就广大民众带来比较大的一些呃就改变 然后我知道呢这块也有些人有可能会呃官聊这个投资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这块也就讲稍微讲一下如果我个人是不是投资专家呃 然后我知道北多利亚有有些老师啊 马克老师啦什么的是是投资专家是他们有可能更能讲这个呃数字货币嘛 我就稍微说一下就是风险很大 第一个是得看个人然后有有两种投资方式嘛 也第一个我觉得其实很像那个meme stock比如说game stop啦什么的 有些股票他就呃因为捧的人多嘛或者什么就就会自动的上去 但pumor不pumor这个是个人风险啊 然后看那个分析然后看个人对风险的呃哪一个态度 然后第二呢就是呃可以看就那个不同的blockchain就这些不同的数字货币的后标的技术 呃本性就来来就看了准这个本性来做投资 然后这口就稍微呃列了几个这个我觉得技术有些比较重要的哪些本性 呃第一个比如说是consensus algorithm就他们是怎么做一个validation 第二个呢是怎么写那个在怎么自动化就做那个怎么在这个blockchain上可以写programs 他们就叫smart contracts呃这个也是第二个一个可以看的 第三个呢是那不同的blockchain其实有不同的观众然后不同的应用的人呃 那有些就大家可以看比如说哪些应用的use case就呃就成长快一点 不过就这三个技术本性其实呃有可能是次要的我觉得因为主要的那个就现在的比特币的这些的价值还是跟game stop有可能更相像一点 呃第二个这些我就就说一下真的要是有人想做对对技术感兴趣的话这些是我我比较会看的 而且呢另外一个点是呃 因为这些银行很多这些大银行的JP Morgan呢或者BNY Mellon呢DGCC呢 他们也都在用这些blockchain来做他们银行之间的清算的就来来的新产品呃 呃其实大家要真的看技术本性的话就看着技术本性来做投资的话那那其实也就可以直接投资就应用这些呃货币的就数字货币的呃的的银行来投资上他们 比如说大家觉得呃哪些银行的呃project比较新的话就直接投资他们的银行呃其实也是我觉得是比较比较相像的 所以呃投资这方面我就讲这么多了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呃然后呃对然后讲座也也到到到到此来其实讲的比40分钟稍微多了一点点呃 不过有大家问题的话就尽管问我然后我我会尽量呃回答谢谢呃您大年三十陪我呃听我呃给这个讲座 哦谢谢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可不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尼克拉斯表示一下感谢好吗大家啊可以对尼克拉斯表示一下感谢刚才我也在听啊这个我终于听懂了数字货币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开了很多数字货币的课但是呢我一直都不知道但是呢呃很很感激很不容易啊尼克拉斯我看他一直咬着牙在给我们讲中文啊因为从头到尾讲中文讲下来是真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于这些在国外长大的孩子啊 尤其他是在法国长大啊那天爱的小伙伴们我首先对我们年轻人表示感谢另外一点呢现在呢就是家长呢可以呢把我们的问题敲出来啊那我们给尼克拉斯喝水的时间给他呢思考的时间然后来给大家呢回答一下问题啊这种机会校长从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真的是不容易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以前这个Ruby我们也想上这个什么藤校啊 这个真的是削尖了脑袋到处去打听谁家孩子上藤校了人家咋学的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人人家是不会花这个时间来跟您讲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而且真的是很忙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我希望大伙珍惜这个机会对我们年轻人表示真挚的感谢啊另外一点呢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呢在chat里敲出您的问题来啊那校长在这里呢这个给尼克拉斯喝水的时间另外呢我也把几个 特别好的消息来告诉大家啊这是我在这是我在MIT啊我估计尼克拉斯会非常熟悉这张这张图啊这个场景啊这是我在MIT拍了一张照片我第一次去剑桥小镇啊我从哈佛跑到了MIT然后我就非常的震惊啊这是他的先生入学的那个大堂啊他当时呢就是一共是有四句话啊这个这这这两句话就是education啊就是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啊因为教育可以就是说为了能够我们拥有一个 更加美好的世界然后为什么让我们的孩子去做创新为了我们能够人类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实际上呢我自己曾经也讲过疼孝这个深读疼孝啊这个讲过我在前年的11月30号讲过一次我和我女儿啊主要是以我们来讲然后今年的11月30号主要是以Ruby来讲啊然后我自己呢在2020年疫情刚来贡讯刚开始的时候我讲过一场疼孝大会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在学校上搜一下Maria或者搜一下疼孝应该可以找到我以往讲的那些内容啊因为今天我就没有时间来给大伙讲就是作为父母到底怎样去讲啊当然我自己有一个计划我自己想当一名老师然后我一直在包装老师但我自己呢想当一名老师我来讲什么呢就是父母叫疼爸疼妈训练营啊大伙拭目以待给我一点压力好吗因为我太忙太忙了但是很多家长来找我说校长能不能你来讲我听了很多人讲都没有你来讲 你讲的更加好我就我很开心啊被表扬总是开心的然后而且的确是我也觉得我自己培养孩子另外呢我接触了这么多优秀的孩子我觉得总结出一些呢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一门客是培养疼爸疼妈但我觉得疼爸疼妈是可以被培养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这个时代从不辜负我们只是磨练我们磨练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我们最起码要做到什么呢改变我们孩子命运啊一个社会今天看的是经济 明天看的是科技后天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教育那我觉得教育真的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啊那我在这里呢有三个讲座给大伙推荐一下我建议大伙可以拿起手机来记录扫码入群的状态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Amanda GaiaAmanda Gaia呢她是我们的就是吉他老师和小提琴的老师然后她会在1月9号的周日晚上6点半同一个zoomID就是今天这个8168 534 0181有一场她的讲座我们今晚的结场音乐我建议大家一定留下来听真的是太优美了是她用吉他曲弹的啊是她用吉他曲来弹的然后听一下然后Amanda Gaia呢她是这个她是真正的一个音乐教育家啊她是新泽西城市大学音乐学的讲师十年专注于这个青少年的音乐教育啊这个而且她也是呢这个当时最早啊就是俄克拉和马州的这个青年 管弦乐团协奏曲的比赛的冠军啊所以大家可以扫码进到这个群里来如果我们在1月9号周日的6点半想听一下Amanda Gaia老师的用古典吉他唤醒我们新年这个音乐感知在2022年的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那个Nikolas是非常谦虚低调的我听过他弹钢琴我叹为观止然后我跟女儿Ruby讲我说你看你才钢琴十级啊 我说当时让你去学演奏技你不停你不肯的我说你看看你这些同学多么厉害啊就是因为Nikolas他呢差一点去读就是他的本科去读音乐学院啊他已经好到这个程度他是专业演出的而且他不只是钢琴他自己的吉他弹得也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包括呢他那个小提琴所以他会三种乐器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呢知识是相通的这个你看就是一个把音 音乐就是钢琴弹到那个程度因为那天晚上一堆孩子每个人都表演啊show time啊就是表演一下音乐就是圣诞节那天啊然后这个哎我就后来Nikolas他也不说话啊然后他上去一弹我就知道哎呦这个孩子太厉害了那个钢琴真的是感觉大师在演奏的感觉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培养孩子一些也培养孩子一些兴趣而且呢如果有最好的老师要给他们看到最好的老师 这是1月9号周日晚上6点半的一场讲座81685340181啊我们的音乐学院的Amanda Gaia老师给大伙带来这样一场演奏啊然后另外呢我会推荐啊我已经告诉大家每个月的从现在开始我已经准备了12场讲座帮助我们的疼爸疼妈们啊因为呢这个以前呢我们可能一个人爬藤是很孤独的现在呢不用担心校长在这里带领大家一起来爬藤啊这个这是我自己对于后半生的教育事业的一份情怀啊 所以呢我第一场是Ruby江啊他是相当于代表哈佛孩子啊就是说这个生读哈佛然后那个而我们Nikolas是MIT的孩子啊那我们呢第三场就是我们的1月30号我们的主讲嘉宾然后我们就是Dr.James Lynn啊他是呢这个他自己呢是有上千个孩子都申请到在他的帮助下申请到就是疼校而且呢最重要的是 他是国际医学竞赛的创始人而且呢国际生物竞赛的他是非常厉害在国际生物竞赛方面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医生事件啊那他有一场讲座我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他应该是从到尾全英语讲他几乎不会讲中文啊其实今天晚上呢Nikolas呢他演员计划是要讲这个英文的但是哎我没有想到我觉得他的中文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啊 这个当然也有家长说希望用英文讲啊所以这个过一会儿也没关系了就是说看一下啊看一下能这个能中文就中文啊因为好像家长还是更多一些今天啊那我们呢就是1月30号周日啊是下个月就是马上要来的下个月周日晚上还是8点钟 81685340181zoomID都是我们共学营的webinar这个zoomID大伙记下来就好了啊从春天到夏天如何规划您的高中生活啊这个是那个Dr. James Lee来讲中学生如何学好Science 它重点会来讲如何学好我们的化学生物数学这三个方面啊这应该就是说都是属于比较属于Science行业啊因为华裔孩子呢相对来讲Science是数学是比较好但是Science呢有些孩子还是有难度的所以呢但Science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这个讲座啊一定要来听啊这个一定要来听啊我看到这个很多人问 这个说讲的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说能不能再多讲一点能不能说加微信我待会可以告诉大家怎样联络到我们的每一位嘉宾啊这个怎样来联络到我们的每一位嘉宾啊因为我会讲我会请不同背景的一些年轻人来讲像Nikolas他对于我觉得男孩子啊这个就是尤其是理工方面尤其是自己呢就是他有很多想法啊这个家长呢你看刚才就是一般的家长会都觉得哎呀 天哪这孩子学了学了这个六个专业啊就是这个这个肯定会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呢你看这个成长多么优秀所以我觉得这这方面的家长来听听Nikolas是非常有帮助这次因为我们时间太紧张了因为我们每天每天晚上我们都是呢三到四门的这种公益讲座每天晚上啊在zoom直播间 所以我们没有顾得上今天这个宣传刚才有几个朋友给我发他说校长我刚刚看到你发出来说今晚有一个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的孩子来讲说到哪里去找我说今天你肯定赶不上了只有现在已经看过有马上要后半场达疑了然后我说你可以到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YouTube频道应该在明天下午吧 会把今天的给上传到YouTube频道上大家可以看到好吧那个所以希望大家啊过一会我也会讲关注我们贡学营的小助手大家可以呢拿到很多信息啊 就是腾校的讲座每个月有一次在月底就是30号左右啊我一般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就定在30号这个特别的日子然后如果是前后我就在左右好吧那个另外呢音乐讲座音乐的讲座我们是从1月9号开始每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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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周日的六点半都有一场然后我们这次是讲吉他古典吉他啊然后呢我们前面讲过钢琴讲过钢琴也非常厉害 纽纽约大学的钢琴博士然后第一场呢其实那个男孩子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陈南成老师他是讲那个大提琴然后他是自己12学到美国去求学然后讲到他自己背着大提琴这个在赶地铁啊等等也特别特别立志特别感人啊因为校长的讲座我都是千挑万选而且呢我都是真的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跟这些主讲人来打磨他们讲的内容力求他们用最短的时间 然后他是讲出最多的信息而且呢真诚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这种信息这种宝贵的交流都很难得的啊这个当年我都觉得哎呀如果有人能够去把这种讲座我和我女人能够去听一下该有多棒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愿意给大家来进行这些讲座大伙可以赶快啊扫码进这是1月30号啊1月30号Dr. James Lin来讲学好SANS因为还是就是可能可能 大部分对我们华裔来讲还是孩子要学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就是知识啊就是我们的课就是叫做成绩好很重要啊然后另外啊另外我看一下这场讲座对然后Dr. Janet大家好像还没有扫完啊再扫一下再扫一下再扫一下啊再扫一下 这是Dr. Janet呢Dr. Janet呢她是在11月30号她当时录了一下啊 她是嗯美国名校的生物化学博士另外呢她也是呢这个心理学博士所以呢她在2月27号的周日她会来做一场讲座搭扫码啊扫码她会来讲什么呢就高中生如何从心理和行动上准备名校升读她会来讲呢就是压力调节还是要有人关注到孩子的压力调节 爹妈呢就觉得这孩子啊就是得拼命往上去压东西才行其实我们真的是不对的就是觉得这孩子看她放松一会儿看她出去玩看她这个玩回游戏看会电视就觉得这个天都要塌下来了其实是不对的孩子需要压力调节所以呢Dr. Janet她会来讲压力调节因为其实我见过的孩子最起码我来咨询过的孩子都特别的上进对自己都特别的有意义 他们真的是用几乎啊就是用我们当年高考的状态在准备学习只不过他们看上去很轻松然后我们当时看上去就累得不行了是因为整体那个氛围在那儿然后这边的氛围就是比较relax但是孩子自己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所以她会讲压力调节她会讲呢就是校内成绩你到底应该怎么准备 比如说至少95分以上平均成绩啊这是藤校的基本到标准然后另外呢AP你要考中尔门然后另外SAT到底要怎样然后另外呢课外活动比如说你的Summer你的Summer School 我们的下校然后应该怎样来申请我们的Volunteer Hour然后另外呢我们各种各样的Club然后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做 因为这些内容其实如果不懂的话就是不懂就是我们真的是为什么我是有想法希望能讲一个疼爸疼妈陪训练营啊就是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大部分家长真的不知道这条路应该怎么走然后我们就想哎呀让孩子自己去整然后我们只需要不断的给他施加压力不断的来刺激他就可以不对的这条路我们要一起来走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也是2月27号周日晚上8点啊大家希望 而且我也希望大家呢要像校长一样无私的把这些消息分享出去啊就是不要说哎呀我自己知道我不告诉别人啊不能这样就是这个要分享出去我就希望有生之年看到我们有一大批华裔的孩子全部进到世界顶级的名校我觉得这这这这人的这个这个长度啊是有是有长度限制的但是我们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无限扩张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81685340181 好吧我最后一个好消息在这里啊刚才不是一直有有朋友在问啊哇哦天呐很多人在问那个数字货币哈哈哈对我其实是想让那个Nikolas专门讲一堂数字货币啊因为他可以讲很多很多他都是在那种大的那个像美联储啊这种大型会议上做presentation的啊但是数字货币我都不知道怎么能那个能发出去因为我很害怕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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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数字货币 发数字货币啊发数字货币这个会会这个不让发啊然后所以到时候我那个什么如果我我请到Nikolas什么时候讲数字货币请大家一定帮忙给这个推荐一下啊我在想我哪一天可以请Niko讲一场数字货币到时候再说好的那个这样啊就是我们有两个方法让大家呢我们有一个预约登记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刚才我提到了一个是曾经啊就是我请过的嘉宾我请过Ruby来讲啊就我女儿来讲另外今天是Niko然后另外呢就是Dr. James Lean然后她是一位顶级的专家嗯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Dr. Janet然后他们思维都可以预约就是说可以跟他们聊一聊然后但是呢我们需要大家是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时间都太紧张了我说实话我跟他们讲话 都很难约上跟他们讲话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扫整个屏幕的最右边的这个二维码预约登记所以大家呢可以呢扫码登记留您的孩子的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是几年级然后呢这个是在哪个国家然后现在呢成绩是怎样将来是希望修读的方向是医生啊律师啊金融数学商科啊艺术类啊等等有什么兴趣爱好请大家呢来填写 然后我们会有我们的Ford啊这是我们Ford他是腾校负责人啊他会呢拿到腾讯问卷一对一的大电话然后来跟您说预约时间但是我来跟大伙讲希望大伙要有一点这个耐心因为呢Dr. James Lean和Dr. Janet是很难很难约上他们真的是太忙了这个所以啊但我们一定会给每个孩子都安排上好吗这个是大家啊可以预约的孩子呢通常来讲就是从比如说 六年级啊就是我建议就应该关注这件事情腾校然后再就是说再早当然可能稍微早一点但你也可以写上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想读研究生然后像Nicole啊像Ruby他们其实已经现在是博士啊研究生方面也可以给一些建议也都没问题的那大家呢预约登记完了以后我建议呢大家可以找中间这个二维码就是这个Ford你说Ford我已经填写登记表了然后请就是说呢这个 这个帮助我来预约一下哪一位老师你可以跟他讲一下好吗所以呢谁适合来预约希望帮助孩子从事信心找到自信爱上读书的孩子啊想提高成绩进一步完善优化考上更好大学的孩子这个孩子非常的优秀然后帮助孩子走校疼校发挥更大的潜质服务社会然后另外呢有爱心热爱家庭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家长朋友们好吗大家可以啊预约 好吗大家可以预约啊这个扫屏幕左边然后另外呢中间是Ford了好吧可以预约啊大家可以预约登记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啊就是人生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名次和分数实际上会暗淡啊成绩和荣耀会消散然后一个孩子成功不仅仅是成就决定还包括怎样能够回馈社会让世界干得变得更加美好好吗所以我希望对我们的父母来讲对孩子的教育是一种长期的坚持好吗 校长给大伙讲一点我自己的内心好那我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那个Nikolas啊这个Nikolas看看啊您可以在chatting里和Q&A里边现在呢来看一下问题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回答啊问题比较多您可以先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三个问题来回答一下啊好谢谢谢谢 好谢谢孙校长然后谢谢各位听众对我的鼓励 其实我看有很多问题我也能 我也很 就就就就很能emphasis这么说 就就对自己啊其实也触动自己的内心 我看这块有个问题说 My son is also very diversified and he hasn't decided about the school choices 其实我那时候也就因为爱好比较多嘛 所以对呃选选学校这件事就很很烦恼 啊然后就呃一开始也不太想听父母的嘛 所以就就这其实就是呃比较难比较难选 嗯然后也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这两个问题一起回答了 一个是呃入MIT是不是因为 跨专业有优势 嗯 对就我这两个问题同时回答吧 嗯所以要上美国大学的话 跨专业不是呃不不太是一个一件好事 因为美国市场化嘛 所以就需要你在哪个某个就某个领域上得很突出 嗯 然后对对不过这个这个是个这个是个就整个美国大学的一个形象 但学校和学校之间有很多区别 嗯然后就比如说我我刚才有有一点有点忘说了是因为就根据性格看怎么选学校 其实呃学校的环境对自己有很大的呃的影响 呃我比如说我这个人是我是不太喜欢跟别人竞争 然后我我其实也不太喜欢讲自己呃所以我一般也比较内向吧 所以一般在学校我比较喜欢比较小就就呃人比较少的这个场合 嗯然后比如说我在我我我在MIT的时候就有两个项目嘛 一个是政策呃政策这个master其实一年就20个人 所以很对我来说很舒服 然后电呃电脑的这个专业MIT很很大嘛 所以一一年有两三百人 然后就竞争力更更大一点 然后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我MIT就那个电脑就是就拿了个文凭 但其实我更喜欢在那个这政策的这个项目里边跟别人打交道了 然后通过这个项目来啊 利用这个项目的资源 所以啊我觉得就my son is also very diversified 然后he isn't decided about the school choices 那一方面是其实就这些学校最好 要是能呃去参观呢 然后其实得让啊小孩看自己在哪个环境更喜欢 嗯是因为有可能有些liberal art school 其实美国也很好的就比较小一点 就没啊没那么就没没这些藤校这个呃有名 但其实也很好就是wellsley的pomona college在加州 我有一些朋友是从那边上本科 然后那块他们学文学也更多一点 然后啊学的也更全面一点 芝加哥大学也是一个liberal art school 然后就他们就比如说在这种学校里边啊 孩子们会学的更全面一点 然后很多人就从这块学了本科生之后 再去什么mg和复读啊研究生 那时候就其实已经啊 因为已经有自己的有有有过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成长的环境 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就就更更专一点 然后跟别人更就竞争更激烈一点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啊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父母人能帮助小孩的话 其实有时候因为父母肯经常会比孩子更了解孩子嘛 然后我父母他们就就有点就其实挺长时间坚持 就说哎你应该看看这 因为法国这系统就是围绕着这种大学啊和这种考试 就你不去考这试的话你也可以上大学 但就毕业了后其实找工作什么都麻烦一点 所以他们知道你要待在法国的话 那还是就得走这种考试这条路 所以他们是比较他们就经常就会提提起来 你确定你不想上这这考数学这理工呢 或者你确定你不想考 然后你看我们朋友都考过了 然后他们考完过了 你看你你学数学不不打 不不代表你以后就非要干数学吗 但你考完了数学 你看他们考完数学 那这些人在公司里边比如说是做销售就技术销售员 那其实也就一点都不做数学了吗 所以他们就给我这些例子比较多 然后我看啊那那这些技术销售员啊 我看他们旅游也很多啊 然后啊就待遇也很好 那其实有可能这些这些arguments也也能听得进去 所以到最后我也就听了他们 所以就有时候小孩不知道时候父母就也得也得做点研究 然后嗯来帮小孩做决定有时候 嗯不过这个其实当父母挺难的 就因为得帮孩子做做决定 但也不能把自己的梦想来推给孩子上 所以这些啊这这些是挺难的 嗯然后再看看这些 嗯目前没有获得各类大奖 还能还有可能入读同校吗 啊这个我看的也也挺 我也挺能理解的 因为我们在法国其实都看排名嘛 所以就没有这种大奖了 所以我是从来没有大奖 然后报报学校的时候 我总看哎呀啊有得得把自己的得过的大奖啊 写进去我说我们法国就没这事吗 那我怎么写嗯其实对这这也是我今天可以讲的一点 就是嗯其实很多就社会里边很多东西都是通就跟人的关系有关嘛 就比如说我进MIT或Stanford都其实都是通过我导师 然后我们现在这些项目 比如说我刚才那个分享的那本书 然后那个那本书的啊写就有那个国际清算银行的头写了一个啊表赞 其实上他们俩其实原来是朋友 所以他就他那个就很多东西都是就推荐性的什么其实更重要 就就白带说我觉得啊主要是嗯对主要是嗯就就推荐性其实更重要 比比格雷大奖了什么的然后小孩子比如说啊就腾校正常在加拿大也会有就会派一些啊就啊 啊来跟那个孩子来面试其实然后这个跟那个录取就不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他他是学校主动让你给你小孩多一个机会来认识他们的学校 其实这个比如说这些东西那你在报的那个呃在在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你就写一下我说啊我我见了这个啊 啊学校很多alumni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学校的环境就让这个学校的这种文化啊 比如说去芝加哥呢就是啊就是更自由一点吗比起哈佛就更死板一点吗这去芝加哥就更自由一点那那你选啊去芝加哥的时候你就说啊我我见了很多芝加哥的alumni 然后我觉得很适合那其实这些跟大奖有有有可能就会比例还更就那个啊分量还更重一点就 所以就主要是看推荐性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然后呃我还有几个问题是关于法国系统的啊因为加拿大也毕竟是法语国家 然后法国系统好处是不用交钱啊然后进了好学校的话呢去美国读研究生一般是很容易的事 因为法国一年好学校也就招一两百人最多就就那几个好的学校 然后想去美国一般都能去所以去法国系统也有好处的啊就加拿大中高中毕业的还还要读两年预科班才能考这些法国的这些学校 这也是对的啊就法国预科班其实就就是对法国这条路所以就走哪条路都得了解一下法国这国家是不不太对外开放的就要在他们的学校去一般都会啊得得得随着他们的路上就走啊就高中后去学预科班啊什么的啊就这个还是对这个比较麻烦的啊 嗯所以就看就得看法国就小孩真的想不想考这个数学的这个啊考试啊不过啊家长有些家长就就对这个啊感兴趣的话啊私下联系联系我也可以啊 嗯 然后我再看一下一些啊一些问题 嗯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啊专业就博士学位和本科master的专业方向不一样啊那怎么那其实这个啊是一个很普遍的事啊因为在美国嘛就美国很多就是看就个人爱好就是你想你想研究什么然后读博士或者搞学问其实就是跑马拉松 然后就是你能在这领域里啊学就慢慢学习不多少啊所以很多人他们就读了本科后发现我他更喜欢读这个项目然后读master了什么的然后读master再报另外一个专业啊最主要还就是在这个领域里边啊跟导师做过然后有导师的推荐系啊对还是这样的一个啊 还是这样的一个啊情况 嗯 情况 然后这块我看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问题啊就孩子啊爱好广泛的这个啊然后沟通能力很强喜欢社交同时理工类的科目成绩很好啊但是想以后做商业开公司啊然后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学个理工加商的双一啊双学比较好啊这开公司的这件事我觉得是北美的一个好处就 对其实开公司我觉得对对个人的挑战和激发都都是很很不错的一件事啊今天我没讲但我我原来是也是在startup里工作过的啊然后啊我觉得最主要就看啊还是看孩子的性格吧比如说啊您说的是爱好广泛然后跟沟通能力很强喜欢社交然后理工类的科目成绩也很好啊 然后那那您就得看看孩子啊是更喜欢社交了还是更喜欢理工比如说更喜欢社交的话啊然后理工因为中学嘛就理工毕竟还是啊就看孩子之间的就刷不出来啊孩子之间就翻不清哪个孩子更更适合理工哪个啊孩子不适合理工因为成绩在在中学都差不多嘛所以主要是啊就当父母您您看一下孩子是性格是更喜欢做社交还是更喜欢 比如说在计算机前面编程序啊或者呃做科学什么的然后因为这个对孩子呃以后会开的公司会很有关啊比如说我有很很多朋友他们是先读了博士他们就有点呃nerd那种就是很喜欢科学的然后就从来也没想过开公司然后就先去读呃本科呃硕士 然后呃研究生博士都读的都是科学的然后科学出来了一下子啊因为现在钱比较多然后就新科技也比较发达嘛就一下子就要毕业的时候有人就跟他们说哎我们想投资你的这项目 所以他们就是走一个纯科学的一条路 就需要做双博士主要是还是得呃对市场化嘛就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专业然后就这个 这优势呢就就优势 就往优势上投资就好了就不用分散精力我觉得 这就对于开公司这个这个 嗯 目的 啊 看一下 啊 啊 本科生升级博士什么条件比较重要 嗯 对还是就就推荐性啊就本科生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有机会做实习了或者跟有机会跟 导师能有过经历 其实因为导师一般都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嘛 然后有了他的认可他比如说他一个他会认可是你这这个孩子是够聪明的 第二个他是认可 西啊 你这孩子的性格符合做 啊 我们就因为申请博士 主要目的还是做搞研究嘛 所以需要人一般都是内向一点的 啊 啊 然后比较专一的 所以其实有导师的推荐性他是一下子就认典了好几点一个是孩子啊有这个爱好 然后性格也比较符合 然后 啊 就就这些硬能力也比较符合 所以我觉得就本科生就 能 啊 申请就跟导师做做 啊 做 啊 做实习的话就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条件 然后这块 必须加一点 我觉得 其实博士不是符合 啊所有的孩子的 啊 因为性格嘛 就是 而且 尤其是看哪些项目 就 学理工或者科学的话呢 经常做完了博士啊 可以是去给私人公司干活 但很多人文方面的话 你要学博士的话就是为了在这个行业以后吃这碗饭的 就是搞研究 发表文章 然后 其实所以这这个是很特殊的一种 啊工作环境 啊 就 就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啊 所以就 啊 这个这一点的觉得得先好 而且 美国 不对 这个博士不是 就这对这个博士看的很非常重 但对master看的轻一点 啊 不过其实欧洲看的master看重多了 对博士倒不太 因为 在欧洲你有一个 phd 欧洲人他会觉得那你就是想做研究的 啊 你就就就不适合因为你的性格就是喜欢做研究 其实你 企业他一般不太喜欢这个 在欧洲他就欧洲企业觉得 你这性格就不适合 给私人公司干活 啊 所以欧洲会看master比较重 然后美国去看mba也很重啊 所以就啊 比如说要发要孩子干那就外向了然后看喜欢学商了 就让他 就就 就读mba了什么 其实有可能对他来说 比那个读一个博士要啊 适合多了 所以这个这点我还要 嗯 就 嗯 对就把重点放到啊 就孩子性格其实最重要的 嗯 啊 然后这个这个问题我看的也比较好啊 就法国综合理工和哈佛大学哪个好一点 哈哈 这个 嗯 对就 法国系统很 跟跟美国系统其实很很不同啊 就 看在 是这个也是看性格吗 就就看 孩子想走哪条路比如说啊美国的这种大学其实是想 目的是给孩子啊 就就机会开阔 比如说你读了一个好的学校或你读了一个好的博士 是应该更有就有机会更多的 其实法国的这个系统呢是 更相反一点他因为它是一个 金字塔 就是 最上面的就是给政府因为政府管的管社会管的真的 太多了 然后就当权的 然后排名下别人那就就是干别人不想干的 所以在法国 就是 在法国的当就就考的好的话就很吃香 然后就比如说 因为这些国际的机构呢 就多少就法国占分分量也比较重 是吧 就比如说IMF的头一般都是法国人 所以去这种的 去这种环境 比如说要准备去 搞这个国际机构了 或者跟政府有关的了 谁在法国读一个 好学校是很有帮助 但 但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 就比较niche的一个 就比较 一个窄的狭窄的一个方向 就除非 想搞 这这这类的话 我觉得美国大学一般 会 对对孩子就 培养的更 就培养出来 就兴趣更多 兴趣和爱好会更全面一点 呃 然后这块还有一个问题是 呃 加拿大 就是不是 呃 对加拿大长大的 呃 孩子去 MIT 读本科生 呃 会比 去 MIT读 呃研究生难一点 呃 我觉得这个 就是 就比较就在哪都有点这样子 就是因为毕竟不是在美国长大的话 呃 所以就除非你是更主动一点的就 比较早就考SG了 然后比较早就准备去美国的这种 呃 就他他研究生他就想招人嘛 就就招 呃 就 技术好的人 所以他 就这一点呢 有可能是是 呃 是真的就就就就不管去哪个大学 是MIT还是芝加哥还是什么 就 呃 读研究生去那块读研究生会容易点 呃 不过在加拿大长大其实离美国也蛮近的 所以去MIT读本科生不是 一件不可能的事啊 这个 我我相信 呃 村校长和维多利亚会有 呃 就就比我更 呃更了解的人 呃一些 呃讲座人呢 原来讲怎么去申请啊美国的本科生 然后我看呃现在呃回复的也差不多了 然后也也快十点了 哈哈哈哈 我们这样啊 我们那个我看到大家有人为我我也很吃惊的发现一件事情啊 有人说尼克拉斯你怎么学的中文而且你又能读啊 我突然发现他其实呢 他给我们回答问题他认识中文啊 就这些大伙敲这些字他都是 因为因为这个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说实话真的 这个在这边长大的孩子能够说就不容易了能够呢 从头到尾还能读下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年轻人啊 特别优秀的年轻人 然后我们看一下尼克拉斯可以在最后再挑一个问题很多问题啊再问 然后那个嗯也有也有人问到啊 这个也有人我看QA的 这个这个人最后一个 卢卡斯问是说这是什么和哈佛大学哪个更好啊 这个我没看懂他这个是啊 是什么什么大学和哈佛大学哪个更好 我觉得可能我们可能会说啊肯定是哈佛大学更好 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啊听听那个尼克怎么说啊 那个对那个看一下啊对对你说对对啊 卢卡斯写的这个就是法国啊综合啊理工大学就是就就这种法国的这经营学校啊一年招三百人啊就排名就前三百名就就就就排名前三百人可以去那里 然后啊就拿破仑建设就拿破仑建设的学校因为 他上权后就觉得啊 原来的就皇家的这些就当兵的或者当官的不靠谱然后他要需要他自己的人 就就建设了这个这所学校就中文理工大学 然后每年啊就7月14号啊就法国就国庆的时候看那个游就军队在在乡市里是大街游行的时候会看到这个这个学校的啊就学生就穿着礼服在上面游行啊 所以在法国是就就就就考上这个这这这所大学在法国就有点是贵族那种的就比如说有正式场面了或者有结合的 或者有婚了或者有什么的他们都会穿上校服出去然后带着军刀去啊去比如说那个市政府所以啊对在法国是啊就考上这大学学这所大学在法国就基本上就是啊就就可以很啊啊就就就啊就个人情况会很好的 哇那没有想到啊你扣这大学这么好我原来我原来说法国法国一个大学我都没有想到这个后来有人跟我讲啊有个朋友他在法国待过 他说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学他说你都不知道大学有多么这个大学有多么牛啊 我说啊原来是这样我终于理解为什么他能够保送这个MIT和这个斯坦福啊这还是不一样的啊 那个我看到有人那个有有有有有有朋友在里边说呀希望跟Nikolas啊说希望这个在数字货币方面啊多一些呢 这个项目方面合作那个这样子啊这个因为呢这个你看这个这个孙校长阿姨就是他的这个相当于在加拿大的经纪人啊 大家可以这样如果呢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忙我刚才讲了他是在那个美联储啊然后包括那个国际国际清算中心 然后包括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他都在有工作所以呢他非常非常忙但是呢数字货币方面呢他真的是一位非常顶级的专家 我认为在这个年级啊非常不容易如果大家是希望说数字货币方面有合作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啊我把我的手机号告诉大家 6478684968我打到了toeveryone啊然后另外我的威胁号我一般也不给大家但我今天给大家就是Maria孙VIC6啊大家可以呢就是说加我可以加我呢就是说写数字货币合作 我就知道然后我可以呢看看因为呃这个跟Nikolas看一下是怎么个情况啊然后可以安排一下zoom meeting啊或者怎么样好吧啊 啊那个我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觉得咱华人呢一定要互相帮助然后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呢他们成长得很好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可以呢会有更多的机会对吧这个咱很实在的讲好吧 好大家再看一下啊这个Niko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因为刚才我不知道您回答到哪里了啊 孙校长是怎么找到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啊哈哈哈哈是啊我那个来告诉大家一个背后的秘密啊这个对这是我女儿Ruby啊这个大家听过11月70号的讲座一定会知道 这个这是幕后英雄啊这个这是幕后英雄啊因为他的同学就是他的同学无论是他UTS多大副中啊他是多伦多大学副属中学的同学那些高中那些孩子 然后还是说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大学同学还是他参加那几届Summer Camp啊包括Shed Valley包括那个Smith College 然后包括呢那个嗯他还有一个我老是想不起来啊那个他有那那几个Summer Camp都是非常厉害顶级的孩子 然后这些孩子呢就Ruby的性格比较好就是因为他永远都是非常纯良啊这个非常宽厚就他父亲教育他们非常好的一个 遗传啊这个和教育所以呢就是他的朋友特别多而且这些孩子呢都是耶鲁啊然后沃等商学院啊然后都是MIT啊哈佛尤其在哈佛和MIT 因为他们是在一起然后他们是这个经济学啊尤其在经济学方面然后这个Ruby相当于经常组织哈佛和MIT的经济学的博士 大家搞这个很多这种social啊联谊啊等等所以为什么我比较有胆量说我可以答应大家每个月然后搞一场讲座都能请一个世界顶级名校的孩子来讲我计划是三月份我刚才不是告诉大家啊大伙可以看一下啊那个我刚才告诉大家说我会在后面的每个月30号左右搞一场讲座啊 你看我在大家再看一遍啊就不要忘记因为这种讲座你错过就是错过了这种就是这些嘉宾呢我请也就请这一次再请第二次都很难因为其实在这边长大的孩子他们通常是不愿意出来讲的就是我很实在地告诉大家一方面他们太忙了 因为他们讲一场像Nicole她昨天那个那么忙她一直在做PPT因为这些PPT对她来讲而且做中文的PPT实际上呢是她自己的人家自己的工作和学业当中用不到的就没有就是没有就是完全是在奉献的一种状态然后但是她做了一整天昨天晚上做到凌晨一点多然后这个Ruby跟我讲说你看妈妈Nicole还在给你的讲座做PPT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谢啊特别特别的不好意思然后呢所以就是这种孩子我能请出来呢一般都是说哎阿姨的面子啊这个这个这个因为我总是到这个我每次去哈佛啊去芝加哥我都请这些孩子吃饭啊你看我这个我也不容易对吧都是正确的投资啊当然我当时是没有想到我现在就是说呢能有这么大的热情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真的是我太喜欢这些 我太喜欢这些孩子了这个我当时在那个建桥小镇我就每天早上起来跑步沿着那个X24河然后迎面那些要么这是哈佛要么是MIT因为那个小镇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没有任何别的它就是两所大学然后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图书馆啊然后这个迎面来的那些孩子跑步的骑自行车的划船的就是你真的是感到那种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跟很多很多我的朋友讲 他们孩子希望去腾校我都建议他们我说呢拿一点时间不要呢领着哎呀全家人跑个古巴呀跑个什么墨西哥呀然后跑海边去躺着我说呢拉着孩子去一下腾校去看看到建桥小镇上去感受一下那种气氛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自己在那感受呢我就我为啥跑到去拍人家照片呢就是拍出那个就是我自己在哈佛跑完了挨个地儿跑完了然后又跑到 那个MIT去然后我觉得我如果从小在北美长大我想我认为我一定会接近全力往这些腾校去走这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真的就是他们的同学他们的networking然后他们能够看到的这些视野都完全不一样这是我觉得啊我觉得我们能够给孩子最重要的一份宝贵的财富就是你说你你说我还有钱你给他留一座金山 so what又有什么用真的是这样子的你不如给他能够一个呢他的一个真的是能够跟着他一辈子的一种素质而这种素质的培养是需要潜移默化的需要呢他真的是在一个好学校好的大学里跟他的同学在一起然后professor然后整体的那种research然后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因为因为我觉得我每次我形容这个这个就是建桥小镇啊 就是哈佛和MIT的好我都觉得哎我自己的这个语言很苍白啊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很善于表达的一个人但我都觉得没有办法讲出那种好就是就是觉得如果能把孩子送到这种大学里来学来读书啊就是咱再苦再累就是也心甘情愿这就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啊我是作为一个妈妈来讲的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说哎呀去渲染啊或者怎么样我只是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如果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做父母呢应该努力最起码要给我们的孩子看到说实际上就是是有山顶上的风景山顶上的风景会更好当然呢孩子有选择的权利他可以选择说那我我我可能我走到山烟我很高兴没有关系的就是每个孩子有自己的赛道但是我们有权利我们有责任然后呢父母呢有这份义务 要让孩子知道说孩子有更好的大学 我玩得特别开心嘛然后同学突然都想家了这批孩子还是孩子啊他博士生他也是孩子他又突然想我了他就飞回来所以我还是有点着急想早点回家和他见面啊因为我学校里一堆人在这儿所以那个就没办法给大伙多讲啊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我们当家长有机会应该领着孩子我建议搞一个疫情结束啊搞一个藤校友啊这个我都在想我应该组织这个事啊到哈佛MIT啊去看一下 去感受一下好吧那个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让孩子稍微吃点苦我们自己吃点苦都是值得的啊吃苦不是说哎呀这个咱以前说我们那个生活很艰难就叫吃苦不是的吃苦是意味着我们为了一个目标可以放下这些无效社交可以呢放下这些物质的享受和追求而去达成自己的目标这才叫吃苦好吧所以给孩子定一个目标啊 所以我刚才讲了啊我1月30号是Dr. James Lane啊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因为呢对我们来讲这种藤校分享是公益的可能我们的宣传未必会铺天盖地的给大家宣传然后希望大伙今晚走到直播间自己记住这件事情好吧就是你万一忘记了这个因为你现场有答疑啊等等啊 这个而且我不知道Dr. James Lane会不会允许我来做这个录像因为今天Nikolas我问他我说阿姨录一下可不可以他说因为我也担心人家会有些confidential啊或者怎么样人家不愿意讲的啊然后他说他看一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他等会看一下啊他很真诚的一个孩子所以呢我应该suppose明天我们会放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啊所以大家不要错过1月30号周日8点啊然后再另外呢就是2月27号周日晚上8点 也是Dr. Janet她是非常温柔的一个人然后她培养了那么多孩子进藤校然后但是呢她自己是从心理上来培养从行动上来培养我特别特别喜欢这是我的闺蜜啊特别喜欢她所以大家可以扫码进去好吧3月份我会请一个孩子我目前是想请沃尔顿商学院的一个孩子因为我觉得咱讲了这个就是比如说经济的哈佛方面啊然后也讲了一个这个MIT的我想换一下沃尔顿商学院 然后他是学management大伙都知道沃尔顿商学院肯定是学管理的应该是在3月份啊3月份然后我还要跟那个什么我还要跟这些孩子确认啊应该是在3月27号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应该在3月27号也是周日晚上8点好吧都是81685340181所以希望能够回答我们这个这位同学的问题啊就是 这个怎么找到这么多优秀年轻人就是Ruby奉献了很多他自己的朋友奉献因为否则的话这些孩子就你认识他也没用他们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来讲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分享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说哎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啊他们会觉得又在这儿长大孩子啊但是Ruby跟他讲说你要帮助这个Maria啊这个这个所以 他们就说啊好吧如果是这个Maria阿姨需要的话那我们可以来讲一下而且都做得很认真的准备就他们真的是优秀的一批孩子做任何事情特别漂亮啊特别漂亮好吧所以大家就关注好吧关注可以扫码进去你在群里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讲就是大家可以和这些嘉宾有互动的机会我没有办法把微信告诉他们也没有微信啊这些目前我刚才讲到这些嘉宾他们都不大用微信啊然后所以呢大家可以啊 这个预约登记在这里这个预约登记啊然后另外呢登记完加Ford跟Ford说哎我已经预约了然后麻烦您帮我啊看看安排一下时间好吧大家可以这样来做啊这是我其实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啊谢谢啊谢谢是是有一份风险心在里边没有这份风险心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啊 要跟人家这些年轻人去沟通啊等等啊这个好那我希望呢就是所有的朋友能够知道啊刚才有人问说校长今天我只听了后半截啊那我前面如果想错过的到哪里大家现在来扫一下这个YouTube频道第一个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工作号我今天写了一篇那个推文就有关Nikolas的啊可能很多朋友没看到大家扫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YouTube频道大家要加关注啊 第二个二维码就是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呢呃我我我自己讲过两场腾孝的讲座我自己讲的我我讲的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讲怎么准备那个讲的是非常仔细详细的然后但我今天就没时间给大伙讲大伙自己到YouTube上去搜今年11月30号去年11月30号去年的去年的三月份吧才是四月份我讲过两场我那个就完全来讲 就是腾孝的软技能需要什么硬技能需要什么application要怎么填当时Ruby他是得了多少分啊比如说他戴卡是全加拿大第一名啊然后他的化学竞赛啊是得那个什么化学竞赛然后是进入国家队啊等等我都会告诉大家就是这一点就是也不一定啊像人家李库就很谦虚说他我也没有得什么奖我这不是也照样MIT吗所以大家可以扫第二个二维码啊就是第二个二维码是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BMA offer是我们的视频号啊就工作号和YouTube频道非常重要啊另外就是可以加那个维多利亚的官方想助手就是那个贡献营的就是这个叫叫这个Lina好吧大家可以扫一下好吧好的那个我看一下好像基本上问题都回答完了啊这个员工说校长这个这个这个你都答应说十点钟回去这个跟Ruby说话的啊 好的那我在最后啊给大伙预告一下因为今天晚上真的是很开心啊这个Nicole讲的特别特别棒明天晚上八点啊我们相约维多利亚我们今年的最后一天希望大伙一起度过12月31号我请到我们的这个冯博士啊他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博士然后他讲过超强记忆法在澳门他人现在在澳门啊在澳门是风靡然后包括在香港然后他明天会来讲就是电话号码啊 就是你的电话号码每个人他会现场给大家回答五个电话号码然后就是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个人生的影响然后来听一下很有意思的一个讲座啊这个冯博士大家可以明天晚上啊就是明天晚上可以来听一下这个讲座还是八点钟还是81685340181啊我有维多利亚的讲座啊我马上啊哎这个二维码过期了那个艾文啊这个二维码过期了啊对然后再另外就是呃1月2号 1月2号晚上我们有一个那个滕老师的讲座啊然后再就是那个1月3号1月3号啊是我们那个12生肖2022年月事解读姚老师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讲座我自己可能也会听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已经有一些啊这个可以听的地方啊再另外呢就是我们周三晚上一个是有一个70小时的SARS免费学啊这个这是一个数据分析的一个免费学啊然后另外呢这个就是 我们周三晚上还有一个就是地产和投资赚的钱怎样省税我们请到了这个CPA啊这个CPA啊这个CPA我们的Renee老师特别实在的一个老师大家可以扫码啊另外周四晚上Jacky老师我非常这个敬重的呃一位金融投资大咖他是买基金五年翻翻的秘密好吧2022年正确开启的投资方式啊这是我们1月6号的晚上啊周四晚上然后1月7号 周五晚上是我们的数据小咖盘我们的Bron是一年接水发了4倍免费12万商科毕业然后如果要找工作大伙可以听一下啊再另外呢就是周六下午有一个Terry来讲Joynton Winter就联合投资啊做房地产应该怎么做然后周六晚上几种的讲座最后一场他讲的真的很棒然后这个我们都是做他做地产做了22年啊属于地产店老大了然后我教育也是做了22年 那个他亲自来讲解这个中低收入怎样去买房好吧然后再另外呢就是周日晚上8点是我们的来自这个小伙子他也是波斯顿的他是美国那个东北大学毕业很厉害是我自己那个波斯顿齐鲁同乡会的一个理事然后他自己是掌管8000万美金的资产就是是很厉害啊那个他家庭背负的一个理事然后他自己是掌管8000万美金的资产就是很厉害啊 背景各方面都很厉害他自己来讲2020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分析他仍旧是在波斯顿啊因为我也征求过他一些意见啊等等就是美国波斯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美东美东就是纽约啊波斯顿啊费城啊这部分的房地产2022年应该关注一下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易丁大师说的会不一样好吧这个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就是美东那几个城市 特别好啊特别好好吧就是我们到1月8号好吧所以亲爱的小伙伴我1月15号周六的晚上8点我们跟FS168有一场呢叫做开年投资盛宴会请到王铁峰教授他是宝钢集团的CFO他会来讲2022年金融投资大事分析也是这个ZoomID816853401851很多人都知道王铁峰教授啊首都机场的宝钢首都机场的CFO也是一个重量级的大咖 他啊我没有写出来我现在还没有写出来啊他是讲的不错的相当不错讲的啊非常好好吧所以大伙关注一下关注一下也不是说哎呀这个校长天然在卖广告也不是的啊这个没有这些好老师维多利亚怎么可能屹立不到22年过了12月31号我们就是23年了啊这个感谢很多学生跟了我们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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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22年啊好的那希望大家啊就是那个下一场讲座啊 YouTube大家可以扫一下啊如果错过您自己您自己搜一下腾笑去找我以前讲过的我今天马上这个要急着回家看女儿了所以没有办法在这平常我就讲到11点了啊那个另外就是1月1月9号1月9号周日晚上6点半Amanda Gaia我现在两分钟后播放一下她的那个吉他好吧真的太棒了姑娘啊这个我这个年轻人总是让我太为观 她总是觉得太棒了真是这个这个人生很美好啊就是听一下她的音乐那个她的吉他她的吉他和她的那个小提琴都很棒她是两种乐器啊然后1月9号啊好的那我们1月30号再一次请Dr. James Lim进到直播间啊然后2月27号好吧最后啊大家预约登记啊校长送给大家最后一句话让我们的2022年就此不一样 就是我希望大家啊就是别让平凡的生活耗尽我们所有的向往我知道来加拿大有多艰难校长过去22年啊历经各种考验真的是啊这个有风雨有彩虹大家都走过来愿你我忠于自己批行戴月培养最好的子女好吧值得我们批行戴月我们是这样的爱他们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给予他们最好的营养最好的营养 就是给予他们最好的教育一流的教育顶级的教育名校的教育好吧亲爱的小伙伴们希望每一位家长啊都能够知道没有任何一项事业比培养优秀的孩子构建幸福的家庭更加的伟大希望我们每一个天使般的孩子降落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都能够在父母守望的麦田里长得金黄又饱满 结出最甜美的果实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妮蔻妮蔻可以给大伙道一声晚安妮蔻啊这个妮蔻可以给大家这个道一声晚安啊谢谢谢谢孙校长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啊今天你的中文很棒啊比阿姨想象的更好啊中文很棒啊好的亲爱的小伙伴们那我们明天晚上八点钟最后一天晚上12月31号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 816-8534-0181那我们要扫码预约登记的小伙伴们在这里预约登记加我们的Ford啊然后要预约登记啊我们有机会跟我们嘉宾交流另外呢大家呢如果想跟妮蔻有更多的比如说数字货币方面的啊这个交流的话可以呢大家加我Maria孙VIC6啊然后呢我的手机号是6478684968啊这个我就这个给他当一把经纪人了啊好吧好的那感谢我们 我们的coordinator啊我们的这个Ivan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个Amanda Gaia老师的钢琴这个这个叫做吉他吉他演奏作为我们的结唱音乐好吗谢谢谢谢啊好的谢谢大家2022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谢谢好的感谢大家哇我还有一百多位朋友在线上啊今天晚上哇谢谢 好好的谢谢这个我们的朋友在线上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